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傍晚時分 熊本市 山崎丁前倒塌的陽石殿 與一旁氣力不搖的慶德小學 形成強烈對比 不少老舊建築 都在京城的地震中傾倒 而慶德小學 作為收容上百位災民的收容所 其堅固的建築 也讓你感到安心 許多對於林城地震 還心有餘悸的居民 進到所謂後 紛紛安心地靠在地上休息 所內的男女好少 也以看報紙或聽歌 來打發行暇時間